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每个人的命运都不一样 有的人命好,有的人命差,有的人桃花运好 有的人这一直是单身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结婚线终止的人 是不是命中注定单身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结婚线在首相当中代表婚姻状况和感情的趋势 因此当此文中断的时候 表示你个人感情的运势会强行的阻断 因此呢,这个人呢 你这个人如果是在谈恋爱的时候 就容易中途失败 特别是自己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一些矛盾的话 极有可能会彼此的分崩离析,直接分手 因此这种首相特点的人 结婚线终止的人 如果不能好好克制自己 那么势必会造成自己长久的单身 那么说了这么多 结婚线在哪个位置呢 就是在中国古代讲,这样守的守闻呢 这个结婚线呢,成为因缘线 因缘线在现在又叫结婚线 爱情线,结合线等等 是观察结婚对象好坏 或者是结婚婚后是否幸福的这个位置 在水星秋,小指根部的侧边 边缘上 小指根部的掌边 感情线的上方 小指根部的下方 所以说这种有很多条短短的横线 有的时候出现几条 但是以最长最明显的一条为准 因缘线如果是呈格子状 这种交叉短线干扰 呈格子状是非常不吉利的预兆 意味着一个人的婚姻起伏非常的大 会被很多烂桃花干扰 未婚者呢是难遇良缘 已婚者呢是中年容易婚变 工作上容易遇到一些小人 生活上财运也不如意 根据中医学 这个结婚线的位置是位于 齐经八脉中的心经 这条静脉是决定人生死的一种重要静脉 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条 这个静脉 好了有关这个结婚线的位置呢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发门的客户呢 可以进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